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是人身攻击的 我看到觉得 人身攻击例如哪方面的攻击 我跟你啊 之间两个人的各种攻击 你还有你的 特别是老大你的那些 攻击我的比较多 没事 让他们攻击去吧 而且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说 我跟你拍的视频都是那种剧本安排的 让他去说吧 我跟你讲啊 大千世界 什么都有 什么声音都有 因为咱们做互联网的 我们虽然是个小主播 你知道那些大主播 再优秀的人 下面都是喜欢他的吗 不会的 对 都是有的胡编乱照 有的各种诋毁 有的各种制造舆论 是不是 那咱们一笑就过去就可以了 他敲键盘咱们当当透明的 你看你不想看你就把它删掉 你感觉这个人太恶劣了就给他拉黑 知道吗 等一下咱们拿手机 你看谁那个太过分就给他拉黑了 因为这几天呢 小灵 她在回复评论 看到了一些 应该她不想看到的 前一段时间我在回复 然后这几天我在忙 我们在设计把这个院子怎么搞 我在跟那个邱师傅 因为我们在对接这个事 所以说他这几天在 在回复评论 你不用太在意 他们说什么就说什么 人再怎么样 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我们 但是最主要他们说的语言 它是歪曲那个事实 歪曲事实 就不存在了 然后又那么多人相信他们所说的 这个就叫娱乐了 他我终于知道了 你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些事是吧 我就不想那些人去胡说八道说 那些不真实的东西 然后我也感觉到时候 有好多那些网友会误会你 对对对 你其实这个没关系 首先是这样的 他担心的是对的 首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人不了解我们 不了解我们 有的人制造舆论 就开始胡说八道 胡编排 那不了解我们呢 看到这条信息就会被带偏 你不用担心 咱们时间长了 日久见人心 咱们做人坦坦荡荡的 拍的每一天的视频 不是剧本都是真实的 对 想编排我们 或者想干嘛 让他们随便编去吧 好不好 然后我做的好吃的 怎么 你一笑就可以了 我说实话 我看到那些评论 有的时候我都搞笑 不理他们 咱们拿 我现在就拿手机 你看哪个 你不想看 直接拉一打 但是那个 的确我 我说 拉一打 其实我觉得都不需要拉一打 为什么呢 你就让他打这 让他废这个脑细胞 打出来之后 咱们一看 当一个笑话 一看就可以了 不要在意 我们越往后 你就是所谓的键盘侠嘛 它越来越多 就是做自己 做自己就可以了 让别人去说 因为咱们的评论是比较多 我不能一一回复 我就 每天回复一部分 就是大家多担待一下 我们做好自己 咱们做 永远做一个善良 正能量的人 嗯 好不好 那我这样 给你做点好吃 咱们还有一个 在冰箱里有那个鸭肉 还冻好几天了 真的吗 是啊 那给它做了 可以啊 老大你买这小蛋糕 真的好吃 你记住一句话 开心最重要 嗯 对 我们今天吃好吃的 这个鸭肉本来就是 很流着呢 这个世界 我们只来一次 百年之后 没有你 也没有我 我们拼搏一生 待不走一砖一网 我们执着一生 待不走一世爱恨情仇 人生苦短 所以吃你想吃的 做你想做的事 人生本来就是一次减法 来日并不方丈 有钱把日子过好 没钱把心情过好 开心的笑着 吃饭了 好香啊 那必须要调 一滴水都不会放 嗯 可以 还有一个 吃饭了 吃饭了 好香 我留起来了一晚明天吃 我比较喜欢吃芹菜 我喜欢吃芹菜 好吃 弄你好像第一次吃我做饭吃的 多吃一下 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